You ready everybody feeling tipsy Tipsy 我喝得烂 絕對你說聲恭喜 恭喜 大家好 我是Dudu 歡迎回到我的YouTube頻道 今天我要拍的一個影片 就是開箱的影片 因為上幾個禮拜 我在網上買了一些幫你的東西 然後昨天還是千年這樣就已經寄來了 所以我就直接想拍一個開箱的影片給你們看 就是這個 就是這一箱 胃很大 就是中等箱 然後其實它裡面的東西也沒有很多 就只是半九樣包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第一樣 隨便拍一下 就是我拿到什麼就直接看什麼這樣子 第一個就是這個 富兒加面膜 這些東西都不是業配是我自己用錢去買的 之前是有一個朋友 他有送給我試用 然後我用了我真的覺得是很好用 所以我自己在網上也找一下 就直接買了兩盒 這款面膜真的是無敵好用 就是很適合敏感肌 而且它超級舒服跟飽水 敷好過後臉會馬上變亮一號 而且那些啊 痘疤什麼屁啊 總之就很好用啊 我覺得我用目前啊 我人生活到30歲啊 用到最好一款的面膜 第二樣 第二樣也是面膜 是這款面膜 這個 其實我不太懂它的名字啦 可是我覺得你們看到的話 你們應該就懂它是什麼牌子了 因為這個也是很紅的 在韓國 MMF就是比較大的 應該就是這個牌子 然後我第一次接收到這個牌子 也是我那時候跟Tomato去韓國旅行的時候 然後我在那邊有買一個 OK 然後我用了我也是覺得超級好用 超級保濕 它的精華比剛剛那個富爾加的精華來講的話 會比較稠一點 可是它也不算稠的 它也是屬於補水類型 就是也是比較水的 很好用 我用了過後就覺得整個臉就很補水 目前這兩款都是我最喜歡的面膜 基本上我這次網上買的保養品 基本上就只有這兩款面膜 第三樣 看我抽到哪一個 M4 我也不懂 這個牌子叫什麼名啊 我是在小紅薯裡面short style的 我打算買來放它是在 用在下午的就是日霜啊 因為它是比較清爽型 是適合敏感肌的 所以這個是我從來沒有用過的一個產品 然後我想試試看 所以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質地 然後它是韓國牌子來的 應該是蠻紅的啦 因為小紅薯裡面它是有排名的 小藍罐一點就好了 不要浪費 哇完全吸進去了 哇滑的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我覺得OK 下午一定會再塗一個防曬的嘛 所以如果我們的霜類 我們的日霜是用這種質地的話 其實如果你在塗那個防曬的話 就不怕它太厚 大致上是這樣 用一段時間在講 使用過後的感覺 第四樣 來自Paris 大里的產品 蘭蔻 這個咧 基本上你們一看這樣就懂了 就是極光水 就是超級無敵紅的一款 明星牌 明星款 幾乎每個應該很多人都有用過 那種龜腹類的產品 所以我第一次用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來開 叮叮叮 我想買很久了的 所以這次我終於入手了 哈哈 用啊很多人講 怎麼鏈會發亮呢 買Tescan 看它有沒有這樣夠力 看它的質地一下 看到嗎 看到它的極光嗎 吸收很快耶 你看它已經完全吸收進去了 我剛剛這樣倒出來 一下子它就完全吸收了 可是它吸收完了過後 它還會有一個真的是極光哦 你看它 它就是有一個亮 亮 我不能看得到嗎 應該是看不到 可是我這樣肉眼也是看得到啊 一個亮亮的水分在表面 怪不得它叫極光水 而且很保濕 然後它的保濕 也不是那種搞味搞味的保濕 它就是那種是舒服感的 它的那個極光哦 就停留在表面了 因為它臉上真的是會 發亮 一分錢一分貨的感覺 一秒再抽一下 OK就抽這個 Shis Shadow 日本品牌 自身糖 買的咧也是爽類的 然後剛剛那個韓國的 我是買比較清爽類型 然後是下午不用嘛 然後Shis Shadow這款 我是買比較有修復能力 然後可能會比較潤一點 就是初老可以用的 所以這個我是放在晚上用 就是夜霜 因為我晚上都是睡Aircon嘛 所以睡到Aircon呢 最重要的就是保濕 因為它冷它就會吸收我們的那個臉的水分 然後會乾 所以晚上進來就是可以選擇那種 比較潤稍微厚 跟有修復的一個面霜 很美 它是有點淡橙色的 就是很稠哦 你這樣一點點哦 然後你這樣推哦 你會覺得它比較難 比較難推開 它比較高 用量可以不用太多 這款真的是晚上用很好耶 一定很保濕的 靠北那個沒有鬥 人家拍到一片爆爆 死肥豬 OK 繼續 因為有些厚重到很難吸進去的 這個我覺得不會 可能它的分子屬於比較小 真正的感覺還是要用在臉上才懂 第二個 抽到的是這個 蘭蔻眼霜 也是很夠力火爆的 沒有人應該是沒有人會不懂 我買的這個咧 它剛好有在做促銷 一盒裡面有兩個 加送我四個粉水 四個粉水 所以它是這樣子 一個小盔罐 很高檔式的感覺 有沒有 它的精華看到嗎 整體是很輕薄的 容易洗手的 你看不見了完全 一樣 也是要用在眼睛的材質這樣 順便來看一下它的那個粉水 其實它的這個粉水也是很紅啦 因為也是新產品來的 剛剛那個激光水的反差有點大 因為激光水我一倒 就會那種 勾來勾去 就勿勿這樣子的那種水的感覺 可是你看啊 這個粉水我倒了 你看看 你看到嗎 我的手已經這樣了耶 你看它流動 一推喔 它直接爆水出來 不錯不錯不錯 我已經不懂第幾樣了 應該是最後一樣 這個勒也是很出名的 就是Q's的 Q's的 美白精華 它的流動性很好 所有產品追水的勒 Q's的東西勒 是比較天然的 我也會比較 放心使用 其實我還有買了一些髮枯 有大象的 有青蛙的 還有長頸鹿的 就是超可愛 因為之前我看到那個 上丁丁有買這個 然後我覺得很可愛 所以我也去淘寶買 所以大致上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我的開箱影片 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的話記得一定要 按讚、留言、訂閱、分享和打開小鈴鐺 好所以 就是這樣 喜歡看我拍怎樣類型影片 的話你們也可以推薦 OK 拜拜 還有記得一定要Follow The IG、Instagram Dudu 了 拜拜 Dudu Follow Dudu Dudu Duc Du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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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